你不想去 我这个女儿啊 从小 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 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 那时候她也就 她也就这么高 没事就在我这书房里玩 我能随便从书架上拿了一本 她妈妈的依序书给她看 也没想怎么着 可是过了一会儿 她却抬着小头问 上笔下 上笔道 爸爸 这个蝶杀瘾窝是什么来着 我这个女儿啊 任气真烂 唐克都拉不回来 当年她想学医的时候 是这种表情 今天 她选择你的时候 也是这种表情 我看出来了 她是看准了 认定了你 大人 我也知道 听说你呢 有一群兄弟 以前还有一个对象 你别急着解释 过去的事那都是过去了 不过 今天在饭桌上 小梅看你的眼神 我和你阿姨都不是瞎子 都看出来了 我们也都年轻过 知道怎么回事 童叔 您放心 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 我一定都会对小梅好的 这我相信 可是毕竟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变化快 机会多 诱惑也多 从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潮流 一股脑子都涌了进来 小梅说 你有理想 有追求 这很好 但是 社会 跟部队毕竟不一样 你的这种理想 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坚持住 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相信我自己 你的 你也不相信我 都知道 你不相信我 也是 你不相信我 那你别气 你不是支持我 哪有额 你不是说 我怎么跟你说 你一集 什么 我都 sins 不抢的 别显摆了 现在国内呀 梅花表 雷达表最好 你那能好过那个呀 那表能跟人这表比吗 你没听电视上说吗 带浪情表闯天下 没听说过梅花表 上电视做广告的 行吧 卖洋货的 人家有钱做广告 做了广告 人家东西卖得更好 卖得更好人家更有钱 我没钱做广告 那我东西卖不动 卖不动我就没钱 也不是现在怎么了 这不是一切朝前看了吗 不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了吗 我看啊 国家要不管的话 扫碗啊 玩玩 不治理 不治理 消消选 消消选 大家就是想把日子过好 没想那么多吗 都什么年代了 还上康上下呢 他这个人呀 就是教条主义 最反动 现在啊 可不是从前吃大伙饭的时候了 就得讲竞争 这广告啊 就是让你知道 有这么一个东西 东西要不好 人家能买啊 对 也是啊 现在都是市场经济啊 就是 现在就是市场经济 哎 你 别别别别别别甩 哎 哎 师傅 这个没点啊 送的 这我就不介绍了啊 齐天 天哥 这我发小 大虾米 现在可是大师傅了 甭扫我了 天哥 照理说啊 今儿我得敬你一杯 不巧 上班时间 不让喝酒 行 那你先去忙吧 有啥可忙的呀 您瞧瞧 不行了 我前段时间来 生意不挺好的吗 不行了 现在啊 谁还来这儿 过兴老碗子吃饭呀 西单王府井 开了好些新碗子 人家都到那儿吃去 老吴记得吧 在王府井 开了一个小店 卖烧饼加肉 生意甭提多红火了 就走路那把字 那 那老吴 还瞧不起人 人家今非昔比了 以前跟咱们玩的那些人 开服装店的开服装店 搞修理的搞修理 日子都过着好着呢 对了 还有一人 你们都认识 谁啊 李上勇 现在可了不得了 大老板 甚至这一件衣服 少说也得一万块 你见了也得认怂 认怂又认怂呗 反正到最后 都得认 跟谁啊 生活 行啊 成熟了 咱嘞 不打扰玩意了 慢用 先生 你这也好了大半年了 有什么打算 还没想好呢 我这是到个挣钱的门吧 要不要跟我困儿干 什么门路啊 进口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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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峰 不是 你今儿必须跟我说清楚了 为什么不同意我把春生弄进几次队啊 不 我就奇了怪了 你说你以前不喜欢春生 行 但是他现在跟你好姐们童小梅在一起了吧 你这思想是不是也得变一变呀 我跟你说啊 春生现在可已经康复半年多了 你不能老让他跟家待着吧 正巧了 赶上我们海关成立这集资队 首选的就是年富力强的退伍军官 我觉得春生他就特合适 而且他肯定能干好这份工作 你说如果他进来了 我们俩上下级队组单位 又成为同事 这多好一事啊 我说我问问吧 你连提都不让我提 你不觉得你有点太霸道了吗 叶峰 我跟你说啊 我可真有点生气了 咱别的事不说 就说要孩子这事 你说不要 成 我听你的 但是你说我妈她过来敲的我多少回了 我也没辙呀 我只能给她撅过去 撅完以后你妈要过来做我饲养工作 那关系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 你说你不要孩子你都能有个理由 那春生这事你到底叫什么劲呢 为什么呀 我同意 你 你说什么 我说我同意 你去跟春生哥说吧 成 谢谢你啊 媳妇 我说我现在给春生打电话 你去吧 人家还不一定答应你呢 怎么可能呢 不管她答不答应 我只能告诉你 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额 ace 女士 青生 这楼的时间 我是弄行的 最正闲的 就是进口炎 第一 大家都想尝薪资吧 小店里对她的叙瞬量特别大 最重要的利用头 你折腾什么都没有用 还得是她 咱们都老大不小了 我也该当爹了 我得再努力 你呢跟小梅 你们俩也都见过父母了 还是早晚的事 你结了婚了 你就知道 那用钱的地上多了退了 理是这么个理 但问题是 这进口烟现在让做 国家没说不让干 那你 你就默认着去让咱们干呗 假如我这个销售取可证 都是真是八经申请下来 你说能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那进口渠道呢 有风险吗 谦哥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 我是知道 我是负责销售 这个找烟是黑子的 黑子现在日子过来不好 能拉一把 咱就拉他一把 是吧 你呢 要是有想法 我随时欢迎 反正这里边这档子 我都偷给你 行 喝酒 关门 来 哥 这 大金溜达大金秒的 这 发了这是 是 跟我讲讲 干什么发呢 倒灯火 是是是 这我 这我听说了 就是从深圳 倒灯到北京 就发生这样 你呢 只知其一 我刚来的时候是这么样的 从深圳 往北京倒灯火 赚俩小钱来 可是后来 我才找到这门生意的门道 没了 哥 我这 我这还想听呢 给我讲讲这门道 是怎么回事 哥啊 给我讲讲 其实呢 从深圳往北京待过 只是转了个皮毛 后来我就想 我干吗让人转第一手啊 我自己找霍元末就完了嘛 自己找 那 那怎么找啊 其实 就是一个过海关的事 那 怎么过呢 我那过海关那天 我就戴了个墨镜 我在这墨镜后 给我这眼眶子 画了个妆子 海关那天 非让我把这镜子摘下来 我叫之不摘 他们以为我这鬼鬼祟祟的 想隐瞒身份的 我一看这架势 我就崩了他们一会儿 等我把这墨镜一摘下来 我就指着他们鼻子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没见过 人挨打呀 我就这么一折腻 就没人注意我身上带什么东西 赶紧地让我过关了 要不说我哥就是聪明 那词 词怎么说来着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高 这一来二去的呢 他们现在都找你哥我拿货 哥 你 带带我呗 我现在呢 这些事我已经不掏心了 都交给我手下小弟去干去了 那不对啊 此言差矣 那我也是你兄弟啊 对不对 他们才跟你多了时间 咱俩多少年交情了 对不对 咱怎么也得讲个先来后道吧 再说了 哥 实话实说啊 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这真愁情 要不然我你说我八八的大老远 我跑南方的我找你 这我也真没辙了 带着他 怎么着 真想干啊 那可不真想干呗 以后哥有生意啊 把货都给你 你啊 就等着发大财吧 我就说嘛 来来来 哥 哥 咱这一趟啊 能挣挪上 我告诉你啊 从深圳 往北京带货 一趟最少赚一倍 一倍 我只要是过一趟 海关再回北京 赚三倍不如问题 那 什么 能挣这么多 都是现在最流行 卖得最好的小电器 你别说三倍了 五倍都有人疯抢了 你信吗 信 那我大哥能冤我 对不对 你看啊 从深圳往北京一趟 怎么着 也得带二十台吧 二十台 你算吧 挣多少钱吧 二十台 五倍 五倍 疯抢 幸福 那个 算不过来 算不过来 反正我啊 就做到 当万人后 打理事儿吧 小白 小白 今儿红军来找过我 干吗呀 他想让我去集思队 你想去吗 这红军想让我去集思队 天儿个也来找我 想让我跟他一起做 进口烟的生意 你说这两个总得选一个吧 不然 我在大家眼里 不就成为午夜游民了 可不是吗 还得靠我养着你这个富贵大闲人 这考试成绩还没下来 同大夫说话的气势都不一样了 你两个都不想选 但又不作不选 但又不作不选 对吧 还是瞒不过你 你想瞒着我什么 是想瞒着我 你每天闲逛 其实是为了寻找下一步的方向 还是瞒着 你在为天儿哥和红军的建议左右为难 其实你不用着急 也不用担心生计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选接下来的路 我说我可以养你 是玩笑 也是真的 你不用用心理包袱 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 咱们两个 应该相互支持 也可以相互支持 这个可以呢 是说 我可以依赖你 靠你支持 你也可以依赖我 靠我支持 我知道 你不想一直守着铁饭碗过日子 我也觉得 将来你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如果现在暂时没有想法 不如先选一个试试 作为过渡 说不定 也会给你一些灵感呢 小梅 咱们俩总能想到一块去 其实我就是那么想的 不过你说吧 这毕竟是兄弟的心意 我总不能博了他们的情意吧 你都想好了 还在苦恼上吗 选哪个 我拿不准 我觉得 倒买倒卖 毕竟不是什么正经音声 集思队 是国家单位 我觉得相比较下来 可能集思队更好 行 那我就去集思队 这样 明日我就跟洪娟说一声 同时我也跟天哥说一声 我相信天哥会理解我的 不过 不过 我担心你的身体 放心 有补啊 小梅 谢谢你 被你需要 我很开心 我一直都很需要你 汤子 这洪娟什么时候到了 就等他了 他最近特别忙 我都不怎么能见到他 不用等他 我们先开始吧 行 来 这第一杯呢 祝贺我们的小梅 通过了医院的招聘考试 离她自己的梦想 又更近了一步 来 大家干杯 来来来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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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祝贺 谢谢大家 这才是第一步 我相信 以后我们会更好的 一定会的 佟医生 这儿童医生 那里以后啊 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 还真少麻烦不了童医生 你现在就少麻烦他了 我倒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以后没人关照我们医院才好呢 说得太好了 来 为了大家的健康 再干一杯 来来来来 都喝了吗 快点 就等你了 快点 这单位啊 临时来了个事 给耽误了 实在抱歉啊 行 那没什么事 你先去吧 别啊 让他坐下来一块吃点呗 没事 没事 咱们吃咱们的 你看你 让人家专门跑一趟 那个 春生 今儿我给你带一个好消息啊 你被集死组录取了 往后咱们俩可就是同事了 好消息啊 春生 虽说你没选我这边 但我还是得恭喜你 他选哪边是他自己的事 是是是 行 那洪俊 以后就有劳多多关照吧 这哪儿的话啊 来吧 那我提一杯 咱们一起庆祝春生 进入集死组 好吗 来来来来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你喝吧 你先喝一杯 来 这杯酒我要祝贺我姐 跟天儿哥新婚 祝你们执子之首 与子偕老 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谢谢初能信 这话算是受我心坎你去 来来来来 干杯 干杯 恭喜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盘比赢去了 我刚看那个陈科长也不在办公室 他也去了 人家就管这个的 这也太过分了 怎么着也得给我解决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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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别问 别问 准事没分找房 喝啥水喝 别生气 别生气 太气人了 真气 别生气 来 春春哥 混胶是来了 来来来 喝速 喝点啥啊 来 来 小心烫啊 怎么样啊 最近工作上没什么事吗 挺好的 别担心 你怎么样 最近忙坏了吗 我听说局里分房子的事情 也是你在管 可不嘛 但是我再忙 你叫我我得来呀 我是有点事想麻烦你 麻烦我 不是 有事跟家说去 打电话也成啊 这怎么还麻烦我 你这才上班多久啊 就学会虚头八脑 关条主意这一套啦 别让我打场啊 其实这也不我的事 是队里有个兄弟 得 队里那么多人呢 都成你兄弟了 说吧 谁 什么事 队里有个老同志 叫曹彪 你有影响吧 山东人也是个退伍兵 对 这哥们儿特实在 家里撒老儿撒小孩 就两间房 这条件挺困难的 他功名条件什么都达标了 为什么这回分房 还是没他呀 文娟 你是管分房的 你肯定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 他哪条不够啊 哪条都够了 那为什么呀 你刚来没多久啊 很多事你不知道啊 好 咱们那个 薛副处长 你知道吧 有个印象 就是个儿挺高 看着挺气派的那个 这老薛呀 原来是曹彪的主署领导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 俩人就闹歪了 这曹彪呢 就老上那总署告状去 说老薛搞不这么直风 这么着 俩人结仇了 就这 后来吧 这老薛还专门找过我 暗示我别给这曹彪分房子 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嘛 这有些人的觉悟他就是这样 人家是我上级 我还不敢装糊涂 你想啊 就他这气量 我要是得罪了他 那不得跟我死磕呀 小人难防 那曹彪就活该没房 这么着 哥 这个老薛呢 很可能明年 他就调到工会去了 等他一走 咱们再分房子了 我第一个给这曹彪解决 你看成吗 成是成 就是觉得有点粗活 这人也太霸道了 这不就是不正之风吗 我告诉你 那曹彪举报他这事啊 一定有影的 我跟你说啊 哥 这党的事可多了去了 咱根本就管不过来 反对不正之风 任中文道远 但是这事啊 还真不能应该 破坏了组织团结 不利于工作 你说是不是 对 对对对 洪军 你说得都对 来 吃菜吧 菜都凉了 来 轩轩哥 你要是没别的事啊 那我得先走了 少处长叫我来着 说是要陪外面 觉得几个领导吃饭 你这一叫我 我就跟人家说家里有急事 但人家说了 甭管多晚 务必得参加 洪军 那你赶紧去啊 千万别因为我耽误了大事 行 哥 那我先颠了 去吧 来 走了 走 你这筋弄得挺丰盛啊 你这兴得挺好啊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工作上不太顺呀 你说这春生 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到底怎么了 他们集司队 有个叫曹彪的 得罪了薛副处长 这老薛呢 居然给他穿小鞋 这次呢分房就没分给他 春生因为这事找到了我 我说我知道 但是我也没辙呀 人家老薛头顶上有人 又是出了名的小心眼 咱犯不上得罪他呀 得是不是 反正这个老薛明年 就要调到工会去了 是 他只要一走 他这位置八九成就是我的 到时候我一准就给他操标 安排房子的问题 我跟春生商量得好好的吧 你猜怎么着 就是中午给我打电话 约我在我们单位附近 就那个 那个穿戴馆子 吃饭 我到那儿一去一看 嘿 这老薛在这儿呢 没过多一会儿曹彪也来了 老薛就懵了 春生就当着我的面 僵着人家一军 说 哎 薛处长 听说 你跟这曹彪外面有些传言 说你们俩有矛盾 所以才打击报复呢 不可能吧 人家老薛一听这话脸都绿了 春生才不管这个呢 非得让人当场表态 还说 陈科长说了 这个曹彪呢符合分房资格 那您这边呢 你说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是不是再为难为的知识春生了 可是你猜上老薛怎么说的 那老薛说 行 既然陈科长说行 那就是行 这事根本就不用问了 完了 我一听 这笔账算是记我头上了 后来人家老薛喝了杯酒转身就走了 肯定是生气了 我就跟春生说 我说你怎么能 不跟我商量商量 就 就这么霸王硬上呢 而且以后这种事 咱得少管 特别得罪人 你猜春生怎么说的 春生说 难道这种人就不应该得罪吗 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我 不是不是 不是 我是琢磨了一下午啊 这事怎么能往回着吧 临下班的时候 我就去了当老薛办公室 我就跟老薛说 我说这事啊 其实是肖春生一个人的主意 他这人呢就这样 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结果人家老薛根本就不信我 还阴阳怪气地说 哪个下属敢不打招呼 就悬泊上级的呀 谁不知道那姓潇的是你的人呀 可是你们仨弄了一圈套 让我自个儿跳进去 结果你现在要把自己房处摘 你拿谁当傻的呢 还是我猴急 为安好心惦记他的位置 我跟你说房子 老薛这人我算是彻底得罪了啊 你看吧 以后只肯定怎么打击包裤了 你说我这一天天 不是 我这处处小心翼翼的 这平白无辜还输了个敌人 真是搞错活呢 可我什么办法啊 我能冲谁呀 我总不能冲春生嘛 不过这春生也是的 你说 咱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参加工作了 是吧 不能老来以前那一套了 你说在单位里边 明面少伟是他领导 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 就这么应来 你说我还没法说的 是不是 不是不是啊 媳妇 什么是不是啊 合着你半天没听了 我就说这事啊 这事啊 当然萧春生是对的 你们那个薛副处长 利用职权对同志打击报复 这样的人 难道不应该跟他斗争吗 应该是应该 但是咱总得讲究点方法吧 那春生这做法她不合适啊 这难道不是萧春生一贯的方法吗 洪娟 你是今天才认识他吗 我知道他一贯什么样 但是你说这人 是不是总得改变 总得适应新的环境 适应新的规则不是 那他要是就不变呢 你既然希望他变了 那我问你 你当初不顾反对 一定要把他弄进集司队 跟你做同事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他这一套会让你不满 你有没有想过 他会不会变 有没有 没有 我有 这就是我当时反对的原因 我怕你们最后 连兄弟都走不着 这事让你这么一说 怎么还给弄严重了呢 这事让你这么一说 这事让你这么一说 其实也没多大点事 你说我还能真怪春生啊 不能 这老学就这样 爱对我怎么着怎么着 我跟你说啊 媳妇 我跟春生可是好兄弟 一辈子的好兄弟 他变与不变我们俩都是 是 我这今天也就是话改话说到这儿了 行了 得得得 吃饭吧 吃饭吧 是吗 那就好 陈红军被妻子说得哑口无言 恼羞之余 竟生起一丝嫉妒 怎么连叶芳也成了萧春生迷了 而萧春生此时 还根本想不到 一向唯唯诺诺的陈红军 对自己越来越不满 啊 三岁 来 这儿 这儿如果是什么 你咱也得来 这儿呢 行吗 你咱也得来 那儿呢 这儿呢 我今天身上的 我今天都会来 陈红军表面上谈笑风声 心里却已经极为别扭 来吧 喝几个 喝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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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陈科长一杯 来 来 来 别请 我别请 就出任格 来 来 来 外头老 小美 你说他们会来吗 你和国华这么多年的兄弟 还能因为几年不见 身份了不成 小慧 你别 别在这儿了 省得把衣服弄脏了 赶紧去休息 没事 姐 我这身不值钱 哪天我给你拿了件好子呗 你别给我拿了 你上次给我拿的 我没舍得穿呢 给我穿浪费 谁说的 穿上好看 这春生呢 不是说他包饺子吗 你还不知道呢 重磅消息 消息 有事你就说呗 还重磅 叶国华和贺鸿林要回来了 你春生哥让我们接他们呢 这俩呀 你说这都多少年了 他俩就结婚了 没 不过说是这次回来要饭 不知道 他俩结婚呀 行吧 但愿能成 说什么呢 人俩挺好的 嘴里头没个把门啊 该该该该 你宝贝 你怕我晚冷 你自己不带个围巾就出来 我不冷 别着凉了 算了 不等了 回去吧 您好 请问是萧春生首长吗 我是萧春生 倒是不是什么首长 我是叶富营长的警卫员 叶富营长让我把礼物拿给首长您 那你们叶富营长人呢 我们叶富营长让我跟您说一声 他今天先回父母那儿 明天初一再来给您拜年 但是这些礼物让我提前送过来 叶富营长说得让大家过个好年 这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那我先给您拿进去 谢谢啊 不客气 老板天人都没来 别扎着了 回去吧 这 这皮喽子可不一般啊 看看 看看 姐 这屋是得咱俩准备的吧 看 这种东西可不是咱一般人搞得来的 这少见多怪的 这燕秋姐还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啊 咱那会儿捣上东西 那码头那集装箱不都是这个吗 一箱一箱的 咱都不拿正眼瞅 怎么到这儿就成好东西了 你说你也是 我眼神不好啊 你也跟着一块儿瞎 这是好东西啊 那我给您买的好东西 你都看不上呗 我可没瞎 是有些人不长眼 竟敢挑一种土的样子 这大过年的 你俩都少说一句 也别怪我一直看不上那叶国皇 这都复营长了 不还这德行 天儿哥 咱话也不能这么说 今儿是大年三十 国华这么久没回来了 带着红领先见见父母 也应该的 咱说的不是一事 你不开心吗 黄霖 咱俩终于要结婚了 你不开心吗 开心 我也开心 我也开心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 我们都等你半天了 洪凉 考上考考看看 都多少年没见了 你上次回北京 是不是还是因为 阿姨生病的时候 现在怎么样了 没事了吧 嗯 挺好的现在 天儿哥 别呀 您都复营了 就别天儿哥了 天儿哥 永远是天儿哥 郭华 你也给你帮我 用船主 骆主 好吃吗 你递什么 淪子 脑子 都没乎 脑子 感谢观看